民进党中指挥拍板跟民嘴李正浩合作 挑战艰困选区永和 但是引起党内青年的不满 发起联署要党中央重新评估 对此身兼提名策略小组成员的行政院副院长 曾文灿表示 民主大联盟是希望容许差异 寻找更大的共识 另外针对了鸡排妹证实自己有被征询 在党内也出现了杂音 停台湾 停台湾 在艰困选区永和派刺客 民进党牺手李正浩喊出民主大联盟 但看来基层不认同 六云青年联署要求党中央重新检讨 是否里让李正浩 还说与曾经偷拍的候选人合作 要怎么信赖台湾 民主大联盟是希望 这个容许差异 寻找更大的共识 也形成更大的力量 在判决书上写得非常非常清楚 这是个未经查证的爆料 不是蓝营背景 跟民进党合作 一定会有反弹 阿映进了这个处罚 我就不会怕了 提名策略小组态度没改变 而原先有意争取提名的 前区主任庄明渊 也喊出又挺可以 入党为前提 他加入民进党 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还是会支持的 应该是不希望 这个李正浩加入民进党 因为我觉得当事人 他是愿意的 包含我们包含党部 认为入党反而会献出了候选人的空间 因为有的是个非常非常特殊 蓝大鱼利的选序 入不入党没共识 其他监困选区是否派刺客 也是难题 全球北市四监困选区 鸡排妹 瓜吉 苗博雅 吉林非凡 都在讨论名单 其中鸡排妹最让基层不满 只在这个提名的程序跟机制里面 要有一个让大家看得出来说 那究竟我们的方向跟逻辑是什么 目前在征询阶段 也会听取各方的意见 民进党推民主大联盟 只怕党内还得先服众 这就是你们红台报道